随着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临近 各国的运动员们纷纷抵达奥运村 备战即将到来的比赛 就在大家满怀期待地赶赴巴黎的时候 一些令人意外的消息却传来 原来在奥运村 一些运动员的住宿条件出现了问题 甚至有的运动员的房间简陋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这样的情况一经曝光 立刻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议和热议 住宿条件简陋成为热议话题 作为一项全球性的体育盛会 奥运会的举办地每隔四年都会发生一次 而每一次奥运会的举办地 都会成为世界各国运动员们的聚集地 而这里也是他们展现自己实力的舞台 就在大家对各国代表团的运动员们 给予热情的关注和祝福的时候 一些令人意外的消息却传来 原来在巴黎的奥运村 运动员们所居住的房间出现了一些问题 他们的住宿条件十分简陋 甚至有的运动员的房间简陋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运动员的住宿条件简陋引发热议 据了解代表团的运动员们所居住的房间里 只有两张纸板床 而且这些纸板床之间的距离非常近 几乎是贴在一起的 这样一来 就很容易造成运动员们的个人隐私受到侵犯 而就在大家对这样的住宿条件感到非常担忧的时候 甚至没有任何隐私保护措施 他的纸板床就摆放在门口 而且还是与其他人共用一个房间 这样一来 个人隐私无疑受到了很大的侵犯 当这样的情况曝光之后 立刻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议和热议 大家纷纷表示对全红蝉的遭遇感到非常心疼和不公平 作为一名优秀的运动员 全红蝉在平时的训练和比赛中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他也曾经为国家赢得过荣誉 他应该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光滑 而不应该在国际比赛的时候遭遇这样的不公平待遇 运动员的精神和毅力备受肯定 尽管在这次的芭蕾奥运会上 一些运动员的住宿条件出现了一些问题 甚至有的运动员的房间简陋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但是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对运动员们的精神和毅力产生任何影响 相反他们在面对这样的挑战的时候 展现出了非常坚韧和乐观的一面 而在这次的芭蕾奥运会上 代表团的运动员们也展现出了非常坚韧和乐观的一面 尽管他们的住宿条件并不是很好 甚至有的运动员的个人隐私受到了侵犯 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感到沮丧和消极 相反 他们依然保持着良好的状态和心态 全身心投入到比赛的备战中 运动员的精神状态备受关注 在这样的重要比赛中 奥运会组委会也应该非常重视运动员的生活条件和比赛环境 他们应该为运动员们提供良好的比赛和生活条件 确保他们能够在最好的状态下参加比赛 展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 正能量的传播具有积极影响 尽管在这次的巴黎奥运会上 一些运动员的住宿条件出现了一些问题 但是他们所展现出来的坚韧和乐观的精神 以及对比赛的职责追求 却给了身边的人和支持者们非常大的鼓舞和激励 这样的正能量也在通过各种渠道 传播给了更多的人 给整个社会带来了非常积极的影响 期待奥运会能够改善基础设施 在这次的巴黎奥运会上 虽然出现了一些运动员的住宿条件简陋的情况 但是相信这样的问题已经曝光 一定会引起奥运会组委会的高度重视 他们会积极采取措施 改善运动员的生活条件 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备战条件 以相信通过这样的努力 巴黎奥运会一定能够取得圆满成功 以期待代表团的运动员们能够在比赛中取得优异的成绩 为国家赢得荣耀 可能因为西方国家一直倡导环保 所以条件如此简陋 但是这都不影响我们拿金牌 但是你不装空调就有点过分了 跳水运动员比赛的时候还可以理解 其他运动员呢 考虑得有点欠缺 下次注意 奥运村的纸板床 是不是跳水梦之队的滑铁卢 陈若林带着拳红蝉来了 窗外飘扬的五星红旗下 是简陋的房间和无处不在的挑战 这不仅是对体能的考验 更是对心态的魔力 那么这样的环境 能愿遇出新的冠军吗 当奥运精神遇上现实的硬板床 我们的跳水小花拳红蝉和他的金牌教练陈若林 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 这部刚从舒适的商务舱落地巴黎 迎接他们的却是奥运村里那张让人难忘的纸板床 这床 简单的让人忍不住想问 这是要我们运动员体验复古风吗 还是说这是奥运村的新潮流 咱们的陈若林教练 不仅在跳水池边是金牌教头 在社交媒体上也是个活跃分子 他分享的视频里 全红蝉入住奥运村的全城一览无余 那窗外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 仿佛在提醒我们 无论身处何方 祖国的荣耀永远是最坚强的后盾 不过 这房间里的设施真是让人有点儿无畏杂产 两张纸板床 一张给冠军 一张给梦想 这样的搭配 是不是有点儿太简约了 说到这奥运村的住宿 可不是小事 想想那些为了国家荣誉拼尽全力的建儿们 晚上却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安眠 难度系数直线上升 特别是全红蝉 那床位的位置 隐私保护都成问题 这不是让他在赛场之外还得继续潜水吗 中国代表团已经尽力了 商务舱的待遇让人心暖 但这到了地方 环境还是让人心里打鼓 不过话说回来 咱们的运动员可是见过大风大浪的 全红蝉和他的队友们 面对这些小波折 眼神坚定 心无旁骛 他们知道 真正的战场不是这简陋的房间 而是那跳水台 他们的坚韧 就像那国旗一样 不管风吹雨打 始终屹立不倒 社会各界的声音也是满天心的 都在为这群勇士加油鼓劲 我们知道 他们需要的不只是掌声 还有那份理解和支持 毕竟奥运村的条件虽有限 但他们的斗志无限 我们期待的 不仅仅是奖牌榜上的辉煌 更是他们每一次跃入水中的风采 随着中国代表队陆续抵达巴黎奥运村 2024体坛大戏即将拉开帷幕 比赛前就是大家分享Vogue的时候了 陈若林 陈梦等人都在设媒进行了分享 陈若林晒出了中国跳水队从从出发到抵达巴黎 最后入住奥运村的一路行程 作为全红蝉的教练 陈若林与自己的徒弟坐在一起 落地法国后仅四个小时 就开启了奥运手训 全红蝉吐槽自己的头发油 训练前好好洗了洗 于是我们看到了炸毛板的小红 奥运村的设施极其简单 尤其是房间内的床铺 可以用简易来形容 本次奥运会采用纸板床 此外不配备空调 参赛代表团可以根据需求自己购买空调 另外 陈梦也晒出了他在奥运村的第一日 国平女队都很开心 虽然床很小 但环境没得说 吃得也不错 肉类食果一应俱全 别忘了 还有中国厨师空降巴黎 如果中国运动员吃不惯这些 可以享受家乡美食 巴黎的风吹起了中国健儿的战旗 简约不简单 2024年的巴黎 这座浪漫之都瞬间化身为全球体育迷的狂欢圣地 而我们中国代表队 就像是一群叙事呆发的雄狮 已经悄悄地在奥运村安营扎寨 准备上演一场场惊心动魄的体育盛演 跳水队的陈若林教练 那可是圈内的定海神针 带着她的得意门生拳红蝉 一路上欢声笑语不断 从朋友圈晒出的照片看 这对师徒不仅是立超群 孩子带喜感 拳红蝉小朋友那句头发有了 一喜便扎毛小红 简直是萌化了全网的心 让人忍不住想捏捏她的小脸蛋 告诉她 小红啊 你这是跳水界的时尚新潮流呢 至于奥运村的纸板床 哈哈 这绝对是环保与节俭的极致体现 虽然听起来有些硬核 但咱们运动员可都是身经百战的勇士 去去纸板床怎能难倒他们 反倒是这独特的体验 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的笑谈 有网友戏称 这床睡得好 金牌少不了 毕竟只尚得来中绝浅 觉知此时要功行嘛 说道吃 国品女队的沉闷可是幸福感满满 虽然床小了店 但胃口可不能小 毕竟体力是革命的本钱嘛 中国厨师堂空降巴黎 简直就是运动员们的舌尖上的中国 红烧肉 清蒸鱼 十令蔬菜 每一口都是家的味道 让远离家乡的健儿们 也能感受到满满的温暖和力量 网友们的评论更是热闹非凡 有的心疼运动员们的住宿条件 有的则骄傲于我们中国队的贴心安排 大家纷纷表示 艰苦的环境更能磨砺一致 咱们中国健儿 就是要在逆境中绽放光芒 总之 这场巴黎奥运会 对中国代表队来说 不仅是记忆的较量 更是意志与智慧的展现 虽然路途终有不易 但正如那句老话 宝剑峰从磨砺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 我们坚信 中国健儿定能在赛场上挥洒汗水 用优异的成绩书写 属于中国的辉煌篇章 朋友们 让我们共同期待 为中国对加油助威 见证每一个激动人心的瞬间吧 2024年的巴黎 星光异议 你们每一个人都像是夜空中最亮的星 准备在奥运舞台上绽放最耀眼的光芒 跳水队的陈若霖与全红禅师徒 你们的每一次跳跃 都是对极限的挑战 对完美的追求 记住 无论结果如何 你们已经是我们心中的冠军 加油 让那炸毛小红成为跳水界最独特的风景线 国平女队的陈梦 以及所有即将踏上赛场的乒乓球剑儿们 小小的球拍在你们手中仿佛有了魔力 每一次灰拍都凝聚着汗水与智慧 床虽小 梦却大 愿你们在这片异国他乡 依然能感受到家的温暖 用精湛的球技征服对手 也征服世界 还有那些默默无闻 却在背后默默付出的运动员们 无论是田径场上的飞人 还是泳池中的焦楼 亦或是篮球场上的巨人 你们的每一分努力 都值得我们最高的敬意 请相信 你们的汗水不会百流 每一滴都将化作成功的甘露 滋养你们心中的梦想之花 我要向所有参赛的中国运动员送上最真挚的鼓励和祝福 愿你们在巴黎奥运会的赛场上能够发挥出最好的水平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挑战 都能保持坚定的信念和昂扬的斗志 记住 你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背后有一万同胞的支持与期待 加油 中国建儿 让我们共同期待你们在巴黎的辉煌时刻 用优异的成绩和精彩的表现 为祖国尊光天才 为人生留下无悔的篇章 还记得小时候 每逢奥运会 全家老小都会守在电视机前 为中国建儿加油助威 那时候 总觉得奥运会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而奥运村更是神秘莫测 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体育精英 究竟住在怎样的地方 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这些问题 总是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我们得以一窥奥运村的真容 从最初的简陋宿舍 到如今设施完善的运动员公寓 奥运村的住宿条件也在不断升级 那些关于奥运村的传说 也从神秘变得更接地起 比如 伦敦奥运村因为床太小 伯尔特只能睡地板 里约奥运村因为马桶堵塞 菲尔普斯亲自上阵修礼 这些趣闻意识 不仅让我们看到了运动员们生活中有趣的一面 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奥运大家庭的温暖和欢乐 梦开始的地方 奥运村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奥运住宿 早期的奥运村 条件比较艰苦 运动员们往往要住在集体宿舍里 几个人挤在一个房间 甚至连独立卫生间都没有 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 为了节省开支 组委会竟然在体育场旁边搭建了一个帐篷村 供运动员们住宿 你敢相信吗 那些为国中光的运动建将们 竟然住在简易帐篷里 当时的运动员们并没有抱怨 反而苦中作乐 将帐篷村变成了一个欢乐的海洋 随着时代的发展 奥运村的住宿条件也在不断改善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 奥运村开始出现独立卫生间 空调 电视等设施 到了21世纪 奥运村的住宿条件更是有了质的飞跃 宽敞明亮的房间 舒适的床铺 24小时热水 供应 免费 这些曾经让我们羡慕不已的设施 如今已经成为了奥运村的标配 中国力量崛起 从住的下到住的好 中国作为体育强国 在奥运赛场上取得的成绩越来越好 与此中国代表团在奥运村的住宿条件 也在不断改善 从最初的几宿舍 到后来的住标间 再到如今的包酒店 中国代表团的住宿条件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背后 是中国体育的崛起 已是中国国力的提升 还记得2008年北京奥运会 中国代表团在奥运村的住宿条件 就让世界刮目相看 不仅房间宽敞明亮 设施一应俱全 而且还配备了专业的厨师团队 为运动员们提供营养美味的中餐 不少外国运动员 都对中国代表团的住宿条件赞不绝口 甚至还有人表示 这是他们参加过的最好的一届奥运会 巴黎纸板床风包 环保抠门 并不是所有奥运村的住宿条件 都像北京奥运会那样完美 2020年东京奥运会 就因为纸板床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这些床铺虽然号称环保耐用 但实际体验却差评不断 不少运动员吐槽床太硬 容易塌陷 甚至还有人担心床的承重能力 不敢在上面睡觉 到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 纸板床再次卷土重来 这一次 巴黎奥族为给出的理由是可持续发展 他们表示 这些床铺都是有可回收材料制成 奥运会结束后可以全部回收利用 不会造成环境污染 很多网友并不买账 认为这是巴黎奥组委在抠门省钱 全红缠的九人间 中国跳水梦之队在占巴黎 这部 中国跳水队已经抵达巴黎奥运村 准备迎接比赛 从奥运五金王陈若林 在社交媒体上晒出的照片来看 中国跳水队这次入住的是一个九人间套房 房间里摆放着九张床 空间不算宽敞 但好在干净整洁 照片一经曝光 就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有人觉得房间太拥挤 运动员们休息不好会影响比赛状态 也有人觉得房间条件已经不错了 毕竟是奥运村 不可能像星级酒店那样奢华 其实 对于运动员们来说 住宿条件并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能够在赛场上取得好成绩 就像全红缠在接受采访时说的那样 只要能让我安心训练 比赛 住哪里都一样 从帐篷村到纸板床 从几宿舍到包酒店 奥运村的住宿条件见证了奥运会的百年变迁 也折射出中国体育的快速发展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中国体育会越来越好 中国运动员们也会在奥运赛场上继续创造辉煌 哎呀 这简直就是一场奥运版的士兵突击啊 咱们的运动员们就是那群不畏艰难 敢于挑战的钢铁战士 最后啊 我想说 无论奥运村的条件如何简朴 无论面临怎样的挑战和争议 咱们的运动员们都会用他们的实力和表现来回应一切 他们啊 就是那群在赛场上敢于拼搏 敢于追梦的中国龙 哎呀 说到这儿啊 我都忍不住想为他们鼓掌欢呼了 期待他们在赛场上的精彩表现吧 加油啊 中国代表队你们是最棒的 好啦好啦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你们觉得咱们的中国运动员们在奥运村的表现怎么样呢 是不是也被他们的奋斗精神和乐观心态所感染了呢 快来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 咱们一起为中国代表队加油助威吧